你好 欢迎收看影响世界 节目一开始要介绍几位 今年入围金曲奖的音乐人 来自阿美族的歌手Sumin 今年入围最佳原住民歌手 以及最佳作曲两项大奖 近年来他将原住民歌曲 结合流行音乐 并且回到台东推广部落文化 他说唱部落的歌 让他找到回家的路 流行音乐的旋律结合部落曲调 每一句歌词仅扣社会时事 他是来自阿美族的歌手Sumin 今年入围金曲奖最佳原住民歌手 以及最佳作曲人 通常唱到猴哈一样 猴哈一样哪路完 大概可能比较多乡丑 或者是比较多传统 但是我觉得它其实是一种唱歌方式 就好像R&B R&B也是从美国黑人 某种部落里面的元素去慢慢发展 成为一种现代音乐的元素 那我觉得原住民在音唱上面 其实有这样的条件 阿美族歌手Sumin 大学毕业之后 加入图腾乐团 但因为全球金融风暴 苦无发片的机会 决定回到台东 唱自己部落的民谣 2007年演出电影短片 跳格子 人火金马奖最佳新演员 声名大噪 也因此得到了创作的机会 首张个人专辑就拿下金曲奖 最佳原住民专辑奖 在部落的那段时间 舒米恩改变创作风格 把部落民谣结合流行音乐 推广连著名的文化 里面不是音乐 这样 Jon's online 一个飞行 参加动格币 也当像充工能 千联等 producing 马是天佳 时 Notre 中归と 深夜然后 加入 那中国的音乐 之後台灣的歌手都可以唱 它就成為一個 中文音樂裡面的一個趨勢 這次新作品《美食生活》 是舒米恩的首張 中文個人創作專輯 描繪阿美族的部落生活 以及他從家鄉來到城市的感受 他說音樂能夠幫他找到回家的路 什麼歌唱了才甘願 浪風吹著夢想帶走 什麼歌唱了才甘願 像河流質疑的生活 一種歸屬 我是台灣人 其實人很重要就是需要一個歸屬 我覺得那個歸屬 具體的可能就是一個家 一個部落 但其實對我來講 就是在尋找自己的歸屬 別在獨爛的土地上輕易的說著你愛我 這份感情太過朦朧 我還不能夠承受 別在海洋的土地上輕易的說你愛上我 在破壞來臨之前先別說出口 蘇明恩的音樂帶你來到都蘭部落 感受原住民的文化 以及他濃濃的鄉愁 阿朗 很 感谢观看